立法議員吳國昌指 有京屋輪候者反映 最近向房屋局查詢京屋興建進度 得到回覆 只是有黑沙環永寧街地段 興建幾百個京屋單位 此外再無其他京屋計劃 吳國昌書面質詢當局 要求交代在清州坊及 坦仔美副帳馬路 京屋計劃進度 以及明確在今年及明年之內 能夠提供公屋單位數量 另外吳國昌說 在公屋供應極端緊張之下 建議政府調整政策 在批給倒地的時候 以提供一定數量價公屋作為批給條件